那请问一下,你刚刚说的听起来是比较针对这个精神上面的部分,就是这些老人有精神上面的障碍,叫艾滋海默。 那像我妈妈这种的,她其实她精神上面应该障碍,不知道有没有,但是她是判定是狮子老人,她是集中赌注的狮子老人。 那当时我们在那个判断的时候,在医生那边,她是没有办法回应,刚刚我们还可以她还可以点点头,那时候刚刚开始中逢的时候,是连这个回应都没有,那像这样的情况呢,那是做这个音乐治疗也是帮助。 嗯,因为就像音乐可以就是,就是刺激她的大脑,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,就是有一些她熟悉的歌词,其实因为听,就是我们唱给她听,她一定会一直在接手,然后音符跟那些旋律就会一直刺激她的大脑,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表达,就是因为呃,大脑某些连结可能断掉了,所以音乐的最大功能就是,可以帮助大脑里面的神经, 音线,能够重新连结,就是一直不断的刺激她,这样子,所以可能我们,像我有个个案,我跟她做了一年,就是她本来也都不会讲话,照顾她的故事,也跟我说,从来没有听过她说话,可是就是我,大概做了半年吧,她有一天跟我一起唱,小白花。 真的,她唱了两句,然后我就超惊,就是很开心,可是也有被她吓到,她就唱了两句,然后就后来就没有唱了,可是,对,就是她就,音乐真的,因为她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听,都有在接手,所以其实是有帮助她们大脑里面的连结,这样子。 然后,如果像您刚刚说的,可能对于身体上的,就是比较像舒缓,就是让她心情舒缓,然后减少身体上的痛苦,或是让我们在帮她做一些复健的时候,能够让她心情比较平和,比较开心,这样子。 对啊,所以通常,像你刚刚说,这个要有这个,要吃什么,之后可以看出来是不一定的,像你刚刚说,那个要半年以后,才跟你唱两句。 对,才唱两句。对,因为其实,嗯,这种东西就是慢慢的,慢慢的,因为它功能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,就是,不是说,好像这个有关系, 或是什麼特效藥 或是什麼一下子 隔天就馬上就用 就是一起跟你唱或是跟你講話這樣 不過一直慢慢的刺激他 慢慢的刺激他 其實一定是對他的幫助 看起來這就是在養老院的 一般知識化的這個照顧之外的一個 悶心的這樣子一個互動 就增加了一個 不是他們主要的這些照顧者以外的互動 是這樣的 好 非常謝謝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可以進行的 我們加速可以照顧這個原則去進行的 在一個方式 我們吧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